大家猜我最常听到Fusion音乐的场景会是在哪里 没错 就是在各大商场的公共空间 以及7-11便利店里 Fusion这个英文单词翻译成中文是融合的意思 但是作为一种音乐风格 是不是把一大堆不同的元素混杂在一起 就是Fusion音乐呢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地探讨一下 到底什么是Fusion音乐 并为大家推荐一些好听的Fusion音乐 我是潘光峰 欢迎收看新的一期高放股为老 想最快速度得到答案的小伙伴 告诉大家三点 第一 融合不是混合 这个融字非常的关键 第二 Fusion音乐属于爵士乐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Fusion属于爵士乐 爵士乐 爵士乐 第三 Fusion音乐有着极其流畅的听感 且大多数Fusion音乐是没有唱的 那么好了 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 我是潘光峰 咱们下期节目 开个玩笑 今天的这期节目送给最有品位的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时间不长 欢迎大家愉快地观看 Fusion音乐风格是庞大的音乐系统当中 一个非常细分的分类 任何一种经典的音乐风格形成 都有它逐渐走过的历史和原因 Fusion也不例外 提到Fusion就不得不提到Jazz 爵士乐从19世纪末诞生以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是欧美最主流的音乐风格 直到20世纪60年代 由于摇滚乐的兴起 爵士乐逐渐开始没落 那么在此时此刻 一位名叫Males Davis的爵士音乐家 陆续推出了两张专辑 In the Silent Way和Beach is Blue 将摇滚乐的节奏 以及更多的电声乐器的动静 注入到了爵士乐当中 从而为传统的爵士乐 带来了全新的面貌 这便可以被视作为 最早Fusion音乐风格的诞生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爵士乐是Fusion音乐的父亲 也正如他的英文全称Jazz Fusion一样 60年代开始 美国涌现了非常多的音乐人 开始涉足Fusion这种风格 诸如Larry Cariel Frank Zappa John McLachlan等等 更多关于音乐风格的介绍 欢迎考古查看 我往期的Vlog节目 快速地知道了 上述这些历史以后 我们如何听一耳朵 就能分辨什么是Fusion音乐呢 我其实一直都在被问到很多 关于分辨音乐风格的问题 Fusion音乐流淌着爵士乐的血脉 当然其中少不了那些爵士和声 爵士乐的结构 但它其实又比爵士乐增加了很多摇滚乐 乃至其他更多音乐风格的节奏元素 配合着七八十年代蓬勃发展的新乐器音色 比如说电吉他效果 弃合成弃等等这些音色 为人们呈现了极其舒适且流畅的一种听觉感受 在Fusion音乐领域涌现了一大批卓越的音乐演奏者 都具有超强的音乐素养和演奏能力 综上种种原因 Fusion音乐会给人一种非常洋气且细腻的氛围 这也就是它为什么会经常成为各种BGM的原因 今天我会为大家推荐一些特别特别经典 且异于欣赏本人也特别喜欢的Fusion乐队 来帮助大家熟悉Fusion音乐风格 咱们一上来就俩俩的来 首先就是广为人们熟知的 来自于日本的国宝级Fusion乐队 Kashiopi和T-square 先说Kashiopi 这支乐队在1976年成立于东京 我相信熟悉的小伙伴会对他们各个时期的乐手 诸如说野驴一生啊 英景哲夫啊 象古石啊 沈某章啊 明来喜伯啊 等等都如数家珍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日本的音乐和经济飞速的发展 音乐界人才辈出 他们受到了美国音乐的影响 学习先进的音乐理念 并配合着他们自己创新和钻研的能力 产出了非常多快智人口的作品 八十年代Kashiopi的状态和作品 也是我自己最喜欢他们的时期 另一支来自日本的国宝级Fusion乐队是T-Square 我第一次接触到T-Square是在2005年上大学那会儿 当时我的G-11乐队和我的同班同学萨克斯手薛乐 一起排练并表演了他们的那首Truth T-Square成立于1978年 安藤正荣和全红龙 本田亚人徐藤满则竹欲之 这些都是在音乐界响当当的名字 这两支乐团可以说是日本音乐最标签性的存在 他们不但学习了当时时髦的美式Fusion 并且加入了亚洲人的细腻以及自己民族的音乐特色 技巧和编配上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形成了他们标志性的日式Fusion音乐风格 他们中国的很多乐手和音乐人也颇多的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这两支乐团在2003年的时候合作了一场大型的live同台表演 推荐没看过的小伙伴们去找来看一看 对于很多对爵士乐非常感兴趣 却又觉得有一些难懂的小伙伴 从Fusion音乐开始下手了解爵士乐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些更被强调的节奏 清晰的段落 相对电声化的音色 对于初学者来说是相对容易接受的 老的钟的都给大家介绍完了 最后给大家介绍两组年轻的 首先第一组来自于美国的JazzFusion乐团 Snarky Puppy 这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现代爵士乐队之一了 他们的主要成员都来自于北德克萨斯大学 和咱们的爵士小号演奏家李小川是大学同学 毕业后一直在纽约爵士圈发展 2013年通过和歌手La La Hasselwey合作的现场 Something达到了格莱美奖 而广为人知 至今已经发行过正式专辑12章 且最大的特点就是全部音频和视频都是同期录制的 Snarky Puppy乐队的成员非常众多 也经常会有各种客串的嘉宾成员 另外一支我所为大家推荐的Fusion乐队 也是可以在我们的音乐平台上搜到的一支乐队 同样来自于美国Snarky Puppy的兄弟乐队名字叫做Funky Knuckles 我是在一场Snarky Puppy的现场上看到了一个客串的键盘手 后来努力的查找到他自己的乐队 相比起Snarky Puppy Funky Knuckles的音乐玩的更加的纯粹且大胆 我非常推荐他们的这两张专辑 大家可以去尝试着欣赏一下 非常的酷非常的带劲 认知与学习是一个过程 且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过程对于我们本身往往比结果更为重要 音乐的风格是传承有序且不断发展的 所谓的风格应该是帮助我们了解和进入一种音乐的一个好办法 并不是用来标榜自己或者强调存在感的武器 只有这些认知都属于我们自己了才是最真实的 希望我的节目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了解不同的音乐 喜欢上音乐 还想听到哪些关于音乐的内容 也请大家评论或者弹幕告诉我 也请大家点赞 转发 关注 分享 收藏 一键三连 支持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爱音乐 爱旅动 爱分享 重新定义我们与音乐的关系 我是潘高峰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